周二台股开盘就跳空 开低走低跌84点 开在20365点 一分钟之后指数9点170点 但跌势没收敛 9点半过后开始重挫 早盘低点落在10点13分左右 失手2万大关 指数来到19922点 狂杀了527点 宛如大血崩 中东局势紧张 恐慌指数VIX持续飙升 拖累台股 全值股全面走弱 台积电早盘一度大跌20元 只剩786元 跌幅超过2.4% 鸿海一度剩137.5元 跌8.5块钱 而联发科则是杀了50元 跌4.5% 股价一度来到1060元 另外AI族群也几乎全倒 连周一强势的军工肋骨也跌 至于重店族群 虽然有零星点火 但大多数还是走跌 如果礼拜四台积电的法说 是出相对正面的一个趋势的话 我相信股市应该有机会开始 直接回升 最近来讲的话 一样式的黄金大概涨了150元左右 以量来讲的话 是以卖的量要大 买的量要少 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影响 各国央行都在买黄金避险 加上美国还是有降息机会 让黄金价格居高不下 持续往上狂飙 上周国际金价还一度达到历史新高价 台湾美钱黄金来到9260元 专家说这辈子没看过这个数字 认为如果国际金价占为每盎司2500美元 国内金价也有可能涨到1千1万块 TVBS新闻商务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